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能够从耳相看出一个人的事业运 财运如何 一个人如果耳相长得不好 少年多半比较艰辛 长大了也很难发达 今天的小酱汁就和酱友们分享四种事业多败少成的耳相 可以一起了解一下 一 耳朵尖小 从面向的角度来看 耳朵尖的人与父母缘分薄浅 以身体弱多病 先天健康不足 耳朵又代表肾脏 耳朵小的人肾小 肾气不足 缺乏智慧 做事总是无精打采 即使有机会也没有精力争取 所以一生难有成就 若其他部位相理佳 中年以后也会一时无忧 但也亦因年早逝 二 耳朵颜色灰黑 在面向中耳朵颜色以白色为佳 耳朵白润代表记性好 肾气足 有名气 代表一生顺利 有贵气 有崇高的地位 一生的财富不劳自来 耳朵昏暗成黑色代表其人身体弱 肾气不足 做事往往劳而功少 虽然为人勤快 然而成就往往与付出不成正比 为一生劳碌之命 三 耳朵长得低下软薄 从面向上看 耳朵以硬为佳 股像书曰 耳朵高 耳朵低下肾脏低 耳朵大肾脏大 耳朵小肾脏小 耳朵肾脏肾脏肾 耳朵软肾脏软 耳朵薄肾脏须 耳朵长得低下 易得坐骨神经病 耳朵薄软 易得生殖泌尿系统疾病 耳朵大且耳朵薄的人 易患腰酸背痛之极 耳朵端厚行症的人 肾脏功能好 地格薄慢的人也代表肾脏强 身体健康 耳朵大小标准是以天轮与眉毛起 地轮与鼻尖起 大于此的为大耳朵 小于此的为小耳朵 四 耳朵天轮大 耳下无珠 在面相中 耳朵上部分轮廓为天轮 天轮代表父辈贵人运 代表心性好坏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财富 耳朵以肥厚为家 若耳朵太奸小 则说明此人一身财博不拒 当有一笔财富时 往往会发生破财之事 耳朵天轮大 耳朵小的人 一生事业多败少成 若其他部位相理家者 虽有一时小发迹 但也难逃贫贱苦劳之命 以上四种不及的耳相 希望大家都没有 那么从面相角度分析 拿几种耳相的人头脑聪明 负责身后呢 一 耳高于眉 在传统的面相学当中 耳朵最上面的位置与眉毛等高 或者耳朵上部还要高于眉毛的位置 这是一种迹象 代表此人头脑聪明 智力高 做事有魄力 有原则 幸运而又有福气 他们求之欲强 好学勤奋 在年少时就已经是出类拔萃之人 这种耳相的人适应能力很强 通常都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 管自己出身家境怎样 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 而且他们天生倔强 只要是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 就不会轻易退缩 直至达到自己的目标 二 耳门宽阔 所谓的耳门指的是耳朵里面的动眼 耳门的宽度通常代表着一个人的气度与灵力度 在面相学中有耳门宽阔聪明豁达一说 也就是说耳门宽阔的人心胸宽广 为人豁达开朗 精力充沛旺盛 是典型的福相 难得的好命 他们头脑灵活 冷静而具有智慧 反应敏捷 无论自己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做到冷静面对 清晰判断和处理 最终拿出好的方案 把事情做好 而且他们一生福泽身后 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在事业上比较成功 三 耳垂有肉 在面相学当中 耳朵大并且耳垂厚实有肉 通常都是有福气的象征 同时也是智慧的象征 耳垂厚大有肉的人 胸怀宽广 为人大度 口才不错 擅长与人沟通 能够拥有较好的人脉资源 这种耳相的人无论男女 财运都非常的好 事业发展顺利 会赚钱也会存钱 一生不会因为钱财而犯愁 他们为人正直善良 喜欢帮助别人 为自己积了很多的贵人运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有人出手相助 所以生活比较顺遂 四 耳朵稍长 耳朵长得比一般人要长一些的人 通常都是有福气又能长寿的 这种耳相的人聪明能干 很有智慧 反应也快 他们一生财运好 能力强 脑子活络会赚钱 外加财运又好 所以不管他们在哪个行业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都会有一份稳定 并且不低的收入 有这种耳相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 讲方法 懂策略 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很有一套 通常他们教育出来的小孩都很懂事 学业有成 事业成功 他们自然也能跟着子女想想轻浮 晚年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五 双耳贴脑 所谓双耳贴脑就是耳朵是贴着脑袋长的 没有向外张开 从正面看过去都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方的耳朵 这种耳相一直都认为是极像 由此耳相的人一生财运好 能力强 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 可以用很少的一部分钱赚取很多钱财 有此耳相的人福泽深厚 贵人运势很好 使得原本就比较厉害的他们更加的如虎添翼 在职场中也是如鱼得水 收益泼风 而且这种耳相的人终晚年更有福气 自家小孩都很有出息 很孝顺 他们自然也是跟着享福了 六 招风儿 我国很多传统校学书籍里常说 招风儿乃破败之相 命主非穷即贱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拥有招风儿的人却名利双收 财观双得 这是为什么呢 招风儿却名利双收的人往往是轻瘦或长形脸 或上窄下阔或上宽下肩的木行人或火行人 原来木鸡树也 树若招风必大 至于大树则自然是独秀于灵或鹤立鸡群了 火行人也是相同道理 招风有鹿而不藏的含义 火越鹿则越旺则为大火 反之则为厨房小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名人的耳朵虽然招风倒也轮廓完美 耳长或宽而大 所以说对于招风儿面相 对耳朵的轮廓及其大小和厚薄还是有严格要求的 七 耳白于面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耳相特征 这一类人聪明 有头脑 会凭借自己的智慧成为某个领域中的权威人物 具有很高的威性 是大家眼中的大哥级人物 八 双耳红润亮泽 在面相中双耳以微红 亮泽为佳 有这种耳相的人大多从事与仕途 名声有关的职业 有出名的机会 当然 上述八种有福耳相不是所有人都具备 不过一般人只要是双耳不昏暗 颜色不娇枯 不反阔 不柔软如泥 不削薄如指 不大而无阔 不两耳招风 就不属于恶相 人生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